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1月 湖北省安诗市公安局警察了解到 一个名叫黄文波的男子正在当地大肆贩卖冰毒 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冰毒是第二代核人印度病 这个人长期如果吸毒的话 就可能变成刑事走肉 警方查明黄文波的下线余某 竟然和怀孕的妻子一同吸食冰毒 妻子待产后 他还公然在医院的产房外贩毒 然后非常非常嚣张 由于黄文波贩卖的冰毒价格低 纯度高 警方认为他很可能是从外地的地下制度工厂 拿货到恩师贩卖 发现这个人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狡猾 侦查过程中 一个福建打来的电话 引起警方高度关注 来电话的云南美琪勇翠的出现 为案件侦办打开了突破口 由于案件需要跨省调查 公安部将其列为不断案件重点侦办 湖北福建两地警方迅速联动 挖出了一个隐藏在福建龙眼到湖北恩师之间的贩毒网络 两地警方合力查明 这个贩毒网络的最上限是福建人黄启黄 他负责从熔岩的地下制度工厂拿出毒品 拿到冰毒后 陈秋英 秦永翠负责将冰毒运到恩师交给黄文波 之后黄文波再在当地发展像吕某这样的众多下限 将毒品分销出去 正是恩师黄文波勾制了整个贩毒网络 2018年6月7日 恩师警方掌握了云南美秦永翠 即将再次来恩师运毒的线索 警方在龙峰坝镇设卡围捕 然而看到警车后 黄文波却猛踩油门 夺路而逃 黄文波闯下之后 警方全力查找二人的下落 办案人员在恩师汽车站 将正准备逃脱的秦永翠当场抓获 把碰到了 随后警方在龙峰坝镇的一个村子里 找到了黄文波丢弃的车辆 与此同时警方锁定了 黄文波的几个重要关系人 其情人王燕悄悄出现在案发现场 警方一车找人 黄文波王燕随即落网 黄文波王燕 秦永翠三人到案后 福建湖北两地警方联动 贩毒网络上的24名犯罪嫌疑人 被一帮打击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今日说法 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 特别是贩毒的头目黄文波 从地下制毒工厂拿货的黄庆黄 都先后被抓 但是 那个装有冰毒的绿箱子 却下落不明 毒品是定罪量刑的关键物证 那些冰毒到底去了哪呢 犯罪嫌疑人到案了 如果毒品查不到 不能人赃据获 案件将很难定性 刑法对毒品案件的量刑 是以毒品交易的量的刻数 来继续调刑的 当时 那个疑似装有毒品的绿箱子 是秦永翠从福建龙岩带来的 种种迹象表明 街头后 箱子应该交到了黄文波手里 但是在二人落网时 警方都没有搜到箱子 秦永翠带来的冰毒 到底去了哪里呢 办案人员在黄文波的车内 仔细查找 一无所获 办案人员立即对黄文波进行突审 但面对调查 他百般抵赖 办案人员同时训问了 运送毒品的秦永翠 和前来接应的王燕 两人也拒不交代 我国刑法规定 贩卖 运输 制造 甲鸡本饼案 50克以上就可以处15年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在严重的法律后果面前 三名犯罪嫌疑人都选择了顽抗到底 全部都不认证 一个说我是过来旅游的 另外一个说 我和我情人在一起玩 我没去哪里 问他开车撞到警车没有 我没撞 别人开到我的车我不知道 黄文波与秦永翠街头的整个过程 一直没有离开警方实现 但从黄文波闯甲甲之后 到其情人王燕出现 这段时间黄文波的行踪 警方并不掌握 是不是在此期间 黄文波处理掉了毒品呢 警方并分两路 一路继续审讯三名犯罪嫌疑人 另一路重返龙凤坝 查找毒品 所接住的人 所经过的路线全部翻查 当天最后开车来接黄文波的是 其情人王燕 王燕是否知道冰毒的下落呢 面对警方迅问 王燕称 他在接到黄文波的时候 并没有见到滤箱 办案人员立即对王燕家进行搜查 没有找到冰毒的引踪 是不是黄文波把这个毒品 藏在什么地方呢 警方同时搜查了 王燕当天所驾驶的车辆 车内也没有找到冰毒 态度也比较好 也愿意配合我们 他说他接触到黄文波的时候 就那天逃跑的时候 黄文波也没有拿任何东西 在王燕之前 黄文波接触到的人是秦永翠 警方发现 案发当天10点08分 秦永翠从黄文波的车上 独自下车离开 当时秦永翠并没有拉箱子 身上只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小包 在他落网之后 办案人员搜查发现 秦永翠包里有近4万元现金 也没有冰毒 秦永翠的毒品已经是交易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尾款已经在秦永翠到身上了 那么毒品的话肯定就已经交给黄文波了 办案人员怀疑 两人或许已经在车上完成了交易 箱子应该是被黄文波单独逃离时 转移或是丢弃了 前方侦察员在龙凤霸阵 围绕黄文波的这段逃跑路线进行拉网式搜查 监控显示当天上午10点08分 在放下秦永翠之后 黄文波随即把车停在了龙凤村委会门口 逃离的时候带走了一个黑袋子 并没有拉箱子 前面那个监控 然后我们发现黄文波当时在这个地方下车以后 然后从后备箱拿了一个东西出来 然后拿着东西 把车子丢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不行 从这个方向 然后往下面走了 在离开村委会 汽车点10分钟后 10点18分 黄文波进入了附近的一个小商铺 这个商铺的店主 正是黄文波妻子的妹妹 这个就是黄文波 然后他进入这个商店 然后就直接到后面厕所去了 黄文波手里拿的黑色手提包 装得下两公斤冰毒 他是不是把冰毒从箱子里 转移到了黑色手提袋里呢 据黄文波的亲戚介绍 当天 黄文波进店后 直奔后面的厕所 在里面待了十多分钟 警方担心 这十多分钟里 黄有时间对毒品进行销混 这个时候是戴了一个墨镜 然后为了遮掩它的样貌 手里的提包也不见了 怕黄文波把这个毒品冲走了 但是我们把厕所都封了 下水到附近 然后进行检查 发现下水到附近的话 没有当时空毒品 然后急流的残渣 警方随后找到了黄文波 带来的黑色手提袋 里面并没有冰毒 现场勘察结论也进一步证实 黄文波并没有在厕所销毁毒品 围绕黄文波床甲之后的逃窜路线 和其所接触到的人调查 都没有找到毒品的影踪 毒品究竟去了哪里呢 就在前方侦察员紧急查找毒品下落的同时 在看守所负负责审讯的办案人员也在努力 虽然贩毒头目黄文波始终保持沉默 但是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秦永翠终于吐露了实情 绿色绿形箱险形 这个角度出非常信价 话中人失口否认 警察妙计第一出真言 他只有可能用舌头去填过 收网 今日说访继续播出 秦永翠供述 当天黄文波床甲逃出警方伏击点之后 就迅速要求他将装有毒品的绿箱子扔掉 警方带着秦永翠从床卡的地方开始 沿线模拟实验 秦永翠回忆起了大致的丢弃地点 公路旁边500米 他说这个500厘米的范围之内 是我可能丢弃的地点 然后我们就派到大量的人员 警察 然后就挨家挨户地去问 警方发动了附近的干部群众一起帮忙找 在案发第三天 一位村民自家安装的监控录像里 出现了绿箱子的影踪 就是这个捡东西的老头 从这是后面的 看见没有 他说经过 对 这个角度说非常清楚 很快 话中人身份被确认 办案人员迅速赶到了他的家 骑车人是70多岁的独居老人聂大爷 通过种种细节特征 警方确认了聂大爷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面对办案人员的询问 聂大爷却拾口否认自己捡了箱子 办案人员认为 老人很可能是心存顾虑才没有讲实话 警察耐心地向他讲解了丢失的这袋毒品 对于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重要性 并请来村干部和亲属帮着劝说 但是聂大爷仍然坚称自己没有捡箱子 聂大爷一口咬定自己没捡箱子 办案人员非常无奈 针对聂大爷的劝说工作已经进行了半天 夜幕渐渐降临 到底怎样才能让老人说出毒品的下落呢 情急之下 机智的民警想到了一个办法 因为那农村的老百姓的话 他并不认识那个冰毒的 他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冰糖 像味精一样的 但是我分析这个老人的心理当事过程 他极有可能用舌头去舔过 我说这个东西是有毒的 比那个老鼠药还厉害 如果你舔的 我现在马上送你到医院去洗胃 当时一下就吓懵了知道没有 等一下 你们停车 我想起来呢 我确实捡了一个东西 当时我舔了一下 我丢到什么什么地方了 当时我没笑死的时候知道没有 在老人职业下 办案人员随即找到了被丢弃的冰毒 发现的时候刚刚下大雨 下非常非常大大雨 当时我看见毒品的人 然后非常非常兴奋 第二天再发现这个事情 这个病毒就找不过来了 它溶于水 然后就全部沉下到泥土里面了 这也是老天爷在帮我们 人脏病祸 在这样的情形下 犯罪嫌疑人终于接连开口 说出了他们染毒后的黑色人声 他们复杂的人性秘密 和深埋在贩毒网络中 惊人的历练条 也被一一揭开 罪恶的链条 人性的泯灭 全线收网 人赃俱破 进看守所之后 36岁的黄文波头发全白了 案发两年前 黄文波在浙江温州的 一个建筑工地打工 又手不慎受了严重的伤 受伤之后 黄文波无法继续在工地打工 这才回了恩师 回老家后 他进入一家租车公司工作 正是在这里 他接触到了冰毒 黄文波说 抱着好玩的心态 吸食冰毒之后 他很快上瘾 无法自拔 后来 由于毒品化销越来越大 他想到了在福建贩毒入狱的发小 当时 虽然发小入狱了 但发小的妻子陈秋英 因怀有身孕被判了缓刑 他与陈秋英取得了联系 陈秋英和丈夫生育了一儿一女 丈夫服刑后 他独自养育着两个孩子 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生活过得比较拮据 之前刚认识的时候 偶尔有去夜场 坐坐台上班 就这样子 后来呢 后来就没什么 没看过什么事 当时陈秋英正在缓刑考验期 丈夫也还在监狱服刑 他和他的家庭都正经受着 犯毒所带来的严重刑罚 然而在收到黄文波的请求后 或许是出于想赚快钱的想法 陈秋英再次铤而走险 找到农年人黄庆黄 希望购买冰毒 非常需要钱 租了一套房子 大几千块一个月 然后自己买了一部车 首付 还要按键 黄庆黄说 在陈秋英的提议下 他开始在自己吸毒的圈子里 帮他寻找渠道 陈秋英有了稳定的冰毒来源 但是福建与湖北相和千里 路上要经过几个省 怎么运毒 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为此 陈秋英找到自己好友 秦永翠 我们两个人是差不多四十年的 是咋的 是在KDV里面 上班 你上去的上班 是 当时在龙岩坐大巴车 还没要求实名 陈秋英告诉秦永翠 他会负责把毒品送上车 一旦路上有警察查到 秦永翠只要死不承认 就不会有事 在打消了秦永翠的紧张心理之后 陈秋英还对他 许以非常高的回报 在随后的七个多月时间里 秦永翠共运送二十多次 获利十多万元 秦永翠说 自己运毒赚的是小钱 真正获得暴力的是 黄庆黄 陈秋英和黄文波这些人 秦永翠告诉警察 每次贩毒成功后 陈秋英都会去酒吧消费 在一些男服务员身上 移至千金 警方查明 黄庆黄以低于 每克五十元 从地下制毒工厂拿货 翻倍以八十元 每克的价格 卖给陈秋英 秦永翠将冰毒运到安市后 黄文波一转手 再以两三百元 每克的价格出手 遍布各个区险的马仔 再以更高的价格去贩卖 黑色的暴力 让贩毒链条上的 每个人铤而走险 其中最大的获利者 就是连接福建和湖北的 关键人物黄文波 他就是一公斤毒品 他可以抓三四万 毒品进入恩师 残害的都是一个个 活生生的普通人 这是近看守所四个月之后 体重近五十公斤的王燕 而这是他被警方 抓捕时的样子 当时的他骨瘦如柴 进毒之后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 瘦得像一根柴 进来的时候78斤 王燕毕业于当地的 一所幼儿师范学院 从前的他能歌善舞 能说会道 毕业后 他进入了当地一家 大公司工作 每年收入三十多万元 家中经济条件较好 房产比较多 父母将房子租出去 收房租 然而 正是在自家的出租屋里 王燕接触到了冰毒 我记得 刚开始认识这个男的 他就给我东西玩 就是免费的给我玩 王燕说 吸食冰毒后 每个人的症状都不同 轻者会试睡 脾气变大 重者会出现被害妄想 精神失控 做出令人无法想象的 疯狂举动 摧残一个人的意志 就是什么都不愿做了 就那种 特别懒惰 然后脾气特别暴躁 家里的人跟你说什么 说到两三句 就开始发脾气 白天 王燕吸毒后 强打精神去上班 晚上 毒品又让他精神亢奋 无法入眠 毒瘾的折磨 使他渐渐脱离 正常人的轨道 无法自拔 就是他们抓我的时候 我也在上班 但是就是我们已经变成 那个样子了 就比如说我今天玩了毒品 然后我去上班 明天挺好的 后天也差不多挺好的 但是到后天晚上 我不吸的话就不行了 站着都可以睡着的那种状态 王燕说吸毒前 自己是一个性格要强 意志坚定的人 染毒后 他曾不止一次努力戒毒 但冰毒对自己身体和心理上的摧残之大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一次次的努力 最终都变成了徒劳 就是玩了这个东西了 之后接触了基本上都是这方面的人 比如说我今天正常说 我今天戒了吧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你过来玩一下 然后我们去玩一下作业 我说那好吧 今天玩了再明天再戒 反正总是这样很矛盾的心态 为什么老要教你 有很多人说冰毒这个东西是一种催情药 一个人他不会玩的 他就会几个人一起玩 或者是能够交上几个女人 肯定是更好玩的这样 毒品是王燕彻底丧失了自我和尊严 出于对毒品的依赖 毒瘾缠身的王燕 一度与本案中黄文波的下线熊某某结婚 没结婚的时候 就是我会跟他一起在一张桌子上面玩 然后我跟他结婚之后 他每次就是逼着我玩 因为我本来还没玩 我跟他想生个玩 他洗毒的我就跟你 后来因为与熊某某产生矛盾 王燕失去毒品来源 他再次沦为熊某某的上线黄文波的情人 并渐渐成为黄文波的帮凶 开始了淋包贩毒 就是恩师不是抓得挺紧的嘛 然后买东西也没地方买了嘛 只有黄文波的东西稍微好一点 然后那个时候比如说 我想吸毒了 然后打黄文波的电话不接的话 我心里就一个声音 就是我要毒品 我要毒品 甚至我把我的手都花了 然后给他发 他不理我嘛 我那时候又没有毒品了嘛 就这样 王燕吸毒之后 家人一次次帮他戒毒没有成功 送他去强制戒毒所也没有戒断 母亲悲痛欲绝 王燕吸毒八年 耗尽了父母全部家产 母亲常年心情压抑 患上了严重的心血管疾病 现在家庭几乎险 现在家庭几乎陷入绝境 看这个毒品啊 很正乎 回想自己吸毒对家庭造成的巨大伤害 身在看守所里的王燕 回不当初 在这个案子当中 最让办案民警感到痛心的是 在产房门口贩毒 大着肚子吸毒的吕某夫妇 吕某被抓获时 她的孩子刚刚满孕 现在孩子已经半岁了 从表面上看 是个健康的男医 他妈妈你高兴什么 小孩 无辱胃啊 没有无辱 没法 我就是怕伤害了他 所以对于一讲 我才会觉得没法 然而 这个孩子在胎儿期 就被母亲传染了毒瘾 没有人知道 他小小的身体 未来会面临怎样的风险 如果母亲吸毒的话 对胎儿的影响 危害是极其严重的 发育发展 和大脑智力的那些情况 都有很大的危害 孩子的健康问题 令身在看守所 从噩梦中醒来了的 父亲女某 无比懊悔 节目播出前 恩施是公安局 进毒大队的警察 对吕某妻子再次尿解 发现他仍然在吸毒 这个东西搞不得了 你还有个活 你不为你国人想要没 你为你也同国人想要吗 办案人员对他进行了训诫 并将其送到了社区 进行戒毒 本案破获后 恩施警方乘胜追击 斩断了福建 武汉 至湖北恩施 重庆的多条毒品输送链条 2018年12月28日 根据恩施市公安局 提供的精准情报 公安部统一指挥 山东青岛 湖北武汉公安机关 同时收网 分别在武汉桥口区 青岛黄岛区 捣毁两个地下制毒工厂 缴获绿岸铜 两公斤多 制毒原材料 抢压岸10公斤 其他制毒原材料2吨 大型反应服2个 目前本案已被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好 今天我们节目 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 李文君教授 欢迎李教授 这起案件当中 有两队 分别是夫妻 两个人一块儿 作案贩毒 有的还有父子贩毒的 还有兄弟姐妹贩毒的 他们怎么会能做出 这样的拉亲人下水的行为呢 还是利益吧 应该说受毒品控制了以后 这个人性也都灭失了 在利益面前 情形也都瓦解了 本案当中 还有一名犯罪嫌疑人 王燕一个白领 后来也是掉进了 贩毒的这个漩涡 普通人怎么样能防范 毒品对自己的侵蚀 首先要食毒 一定要了解 合成毒品的新的 伪装的这个形式 也一定要警惕你身边的一些人 给你挖的这个坑 比如说我们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 他会在你的饮料里 在酒里 或者是在这个烟里边 就参加有这样的一些 我们管制的毒品 那么一定要记着 毒品一瞻难戒 你不要挑战你的意志力 我吸一口两口没事 如果要是这样好解决 那这就不成为毒品了 依赖性是毒品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摘上了不好戒 所以最关键的是守住第一次 不要轻易地去尝试 千万不能尝试 这期案件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贩毒网络是层级化 一层一层的 这种组织方式是一个新的特点吗 在毒品犯罪案件中 有80%以上都是团伙犯罪 呈现出的跨地域的犯罪 和多渠道传播这样的一个特点 同时毒又会和恐和黄毒等问题 交织在一起 就使得这个毒品犯罪的 这个复杂性更强 因为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一方面要坚持 以毒品预防教育为治本之策 遏制新的吸毒人员滋生 另外一方面呢 秉持对毒品犯罪 零容忍的态度 坚持以打开路 打出声威 打出气势 打出这个成效 从根本上遏制 这个毒品发展蔓延的 这样一个势头 禁毒斗争是一项 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不仅需要公安干警们 重拳打击 挤压毒品犯罪的生存空间 更需要全社会动员起来 全民参与 认识毒品 抵制毒品 还是回到那句老生常谈的话 为了自己的生命健康 为了家人的幸福生活 请您真爱生命 远离毒品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李文君教授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能够播出的 其他内容 再见